就看到有人在排隊 排了十幾二十個人 Hello 大家好 我是湯圓吧 今天剛剛走過來宅房站 宅房站在Stella和大院中間 即是西改宅 就看到有人在排隊 排了十幾二十個人 大家看到嗎 那究竟是甚麼來的 原來這個就是 早幾天日本新聞都有賣過的 就是三文治的自動販賣機 汽水有甚麼自動販賣機就看到了 三文治的自動販賣機大家有見過嗎 這部三文治販賣機 他們有一間叫Sandoria 北海道很有名的三文治店 他們自己放在這裡 放了不久 據我所知是3月1日才開始有這部機 那為甚麼會有這麼多人排隊 這麼有人氣的秘密是在哪裏 那我們現在馬上去排隊買他們的三文治 試一試究竟他們是否真的 那麼好吃那麼值得去排隊買 我們先看看 Let's go 如果你還未訂閱我們頻道的話 快點訂閱吧 我們Facebook和Instagram都正式上線了 請大家多多支持 餐槌兒 jugar後一間 kt 也稼五間 我能和你這歳 sever 以往真的 我們剛剛開始在排隊 牌上寫說我們要排一個小時 我們立即計算一下時 究竟是否真的需要排一個小時 才可以買到三文字 好 計時吧 差不多排到字版機之前 大約是十個人頭位 它就會有Locker Locker 上面有個Menu 大家可以在這裡選擇自己想吃的三文字 然後按個號碼 然後相應號碼就會掉三文字出來給大家 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 字版機我剛才看過 只有號碼就沒有名字 雖然有名字就只有日文字 大家可以參考我們幫大家翻譯的Menu 記住號碼 按好號碼就可以了 就快到我們了 您看到了 這是一個排隊 摯迹手 第一次的聲碼 按在天外 有沒有過程 有一個大臣 嘴巴 好 下一個就輪到我們了 我們在排隊當時已經選定了 打算叫他們的人氣第一和第二 他們的人氣第一是雙蛋字 他們的人氣第二就是照燒雞蛋三文字 我們待會買這兩個三文字 試一試它的味道 23號就是雙蛋三文字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買人第一個之後還可以按第二個 26號就是鐵琳坊 The Limited Extrasse Octo 1-2 Bound for Akodandi Depointing at 12.09 is about to leave from Platform 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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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買完了 其實整個過程很簡單很快 其實不需要一分鐘左右 我們排隊排了大概半小時 中間就有一段時間給付貨 大概30分鐘左右 就可以買到兩個新鮮出爐的三文字 我們現在馬上去試一下 我們現在馬上去買了三文字的三文字 它的本店 聽聞它的本店有它們這間店獨有的限定商品 我們就馬上去看看它的限定商品是甚麼三文字 好,Let's go Let's go Ichigo Hime Ichigo Hime Ichigo Hime 那個是甚麼 Ichigo Hime Prin Sand Prin Sand It's vital Ichigo Hime Prin Sand And Ichigo Hime Prin Sand mind Ichigo Hime 國 ex Prin Sand 買完了 馬上去試試三文字的味道 好 買完了 現在回來了 在自飯機和本店買了的三文字 現在就馬上開始試試三文字 好不好吃 好 這個就是在自飯機買的雙彈字 這個是他們人氣第一的三文字 馬上等湯軟巴試試是甚麼味道 它的三文字的麵包非常薄容易入口 而且最特別的地方就是用三塊麵包夾著兩種餡 雖然它說是蛋沙律三文字 除了蛋外還有兩塊薄的火腿和生菜 我覺得其實都非常好吃 最重要的是甚麼 它是新鮮 好 試試看它 人氣第二 Beritama 即是照燒雞蛋字 嘩 這個很厚 看見到一塊雞肉和蛋沙律 我會在這裡馬上試試它 我喜歡它的味道 它的照燒汁是甜甜的 加上它的雞扒和蛋沙律 它的配搭是非常之合 嘩 這個好吃 再來的就是在它本店買的 本店限定的漢堡扒燒汁三文字 它跟剛才的有些不同 它就用一塊麵包夾著 有漢堡扒和蕃茄 這個也挺厚的 不知道我一口可不可以塞進去 嘗試看 它的漢堡扒很厚 很厚實 裡面是淡淡肉 還有蕃茄和沙律醬 非常之新鮮 這個吃一碎 我想都可以飽了七成 不要以為是小小的 但其實份量真的很多 好 到最後壓軸的 就是在本店買的 本店限定 Ichigo Hime 草莓機 這個就是顧名士多啤梨的三文字 它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的麵包也是粉紅色的 即是它的麵包應該用士多啤梨醬來開 然後做成白麵包 粉麵包 之後 中間有士多啤梨和乳酪 用來做甜品 真是一流 試試看 乳酪很好味 很新鮮 士多啤梨也很甜 嘩 如果大家喜歡吃水果三文字的話 嘩 這個士多啤梨三文字真的 沒得彈 繼續吃 繼續吃吧 這部設置在雜房站內的三文字販賣機 大家如果經過見到又不用點排隊的話 其實不妨可以買來試試 它們的三文字相比超市或便利店賣的 就真的有過之而無不及 雖然現在伸張其來 而且又被電視台廣泛報道過 所以多人排隊試 但其實相信過一排之後 就應該不用再排那麼久了 另外如果大家是住在博野附近的話 或者可以光顧他們的本店 由博野走過路程大概10至15分鐘左右 但本店是24小時營業 而且還有很多自販機沒有賣的商品 都值得一試 最後送上他們三文字販賣機的中文menu 希望幫到大家下order 那今集的介紹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希望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我們 如果對我們的影片或者頻道 有任何意見的話 都非常歡迎留言給我們 如果想看更多北海道 或者日本其他地區的美食資訊 那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Thank you 多謝收看 下集見 拜拜